老六组事业发现了搞偷袭的机会 对面原点封烟有敌人在活动 鲨鱼随即趴着开镜瞄准备偷袭 有两个敌人都在移动 鲨鱼都不知道打哪一个好 倒霉的吉利福趴下 鲨鱼瞅准机会极限将其连打带 鲨鱼见好就收 打掉一个就赶紧开溜 紧接着骑马继续在圈边游荡寻找搞偷袭的机会 很快机会又来了 走到山坡后鲨鱼就发现对面桥头有敌人正瞄准自己 鲨鱼随即依托石头围掩体就朝对面进行对枪射击 鲨鱼和敌人互换血量 防止老马遭到射击鲨鱼赶紧封烟做掩护 紧接着迅速打上一个医疗箱毁满状态 打好状态后鲨鱼就站上石头朝敌人进行穿烟射击并轻松击倒 对面一倒一残 此时不冲更待何时 鲨鱼随即就准备拉到桥头拿捏这颗敌人 拉到敌人对面后鲨鱼就准备掐雷进行轰炸 结果一不小心滑到了水里 本想重新上岸 结果就在此时敌人的队友骑满支援过来 鲨鱼顿感大势不妙赶紧潜下水里进行躲避 敌人队友的支援让鲨鱼陪了夫人又折兵 敌人还在岸上寻找自己鲨鱼也只能潜在水里游向安全区 老马没了接下来鲨鱼在决赛圈就不好操作 经过两分半的潜涌躲避后鲨鱼终于在安全区上岸 紧接着鲨鱼就来到废墟悬崖边御用位置寻找刚刚那对敌人的身影 一番观察寻找后鲨鱼发现敌人已经跑到了水城房底 鲨鱼决定针对偷袭一波这对敌人 没一会机会就来了 穿红色衣服的敌人趴着不动 鲨鱼瞅准机会迅速出手将其连打带 位置已经暴露 打掉一个后鲨鱼就赶紧开流跑步进圈 紧接着询问队友有没有载具来接一下自己 面对鲨鱼的询问队友没有回应 打开小地图一看队友还在独立狗分 指望不上队友那就只能靠自己 鲨鱼继续跑步朝圈内干拉 由于药品不多所以鲨鱼残血受击也舍不得打药 突然发现前面有个呼救器 这个圈呼救器已经用不了了 鲨鱼随即寻找敌人的尸体盒子 发现敌人的尸体盒子后鲨鱼就开始疯狂舔包 敌人的包很肥药品是真的多 吸干包里的药品后鲨鱼就继续跑毒干拉 结果就在这关键时刻前面开来了一辆车 停在了鲨鱼进圈的路上 鲨鱼顿感大势不妙 前面不仅有敌人开车挡着而且还跳秒 搞不好就要被堵死 还好敌人没有回头看鲨鱼 没一会敌人终于开车走 随后鲨鱼也成功回秒保证了自己的安全 看到鲨鱼差点被堵死 有弹幕就怪鲨鱼不该舔包 幸亏舔了这么多药才让鲨鱼扛到了圈边 来到山上高点后鲨鱼就发现了对面的敌人 此时敌人4号没有察觉身后有个终极老六正盯着自己 打好状态后鲨鱼迅速出手击倒一个 击倒一个后鲨鱼就赶紧打药 一边打药一边观察 发现左边斜坡敌人 打好状态后鲨鱼迅速出手连打带敌 圈即将再次刷新鲨鱼赶紧朝圈内靠命 鲨鱼位置被发现遭到敌人反击被打之大惨 躲过敌人的射击后鲨鱼就躲在树后扛毒科要等待机会 没一会左边的敌人开车一道圈边 鲨鱼依托大树为掩体观察着敌人的一举一动 圈再次刷新要跳秒了 鲨鱼随即一边打药一边朝安全区靠近 敌人拉上高点要看到自己 鲨鱼迅速出手将其击倒 对面两队打起来了 鲨鱼扛毒科要做山关虎斗等敌人相互消耗 很快对面战斗结束 敌人跑进了烟的另一边 鲨鱼顿赶机会来了随即迅速封烟跑进安全区 明确敌人的大概位置后鲨鱼就掐起顺暴雷扔向对面烟 并成功将进点最后一个敌人炸弹 紧接着鲨鱼细节封烟穿过烟雾将人头补掉收获第五个淘汰 打掉进点敌人后鲨鱼就开始舔包 敌人的包肥的流油 鲨鱼扔掉了M417换上了近战神器啤酒瓶 舔完包后鲨鱼就开车来到圈边小反坡 紧接着就在反坡观察场上的情况 此时场上还有四个人但还不知道是几顿 眼看毒圈马上覆盖过来 鲨鱼随即朝圈内封烟准备进圈 很快左手边的敌人甘拉进圈了 鲨鱼以为左边是毒狼没想到是两个 没一会左边两个就被打掉了 最后来到紧张刺激的一打二环节 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鲨鱼进圈对枪时被敌人击倒 趁敌人的距离有点远鲨鱼赶紧自救 但敌人不给机会 就在鲨鱼快要自救起来时 就被敌人一颗土豆雷结束了一生 不过鲨鱼也是尽力了 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吃到鸡屁股也不错 你们觉得呢 跌人不过鲨鱼 感谢观看